公元212年10月 曹操亲自率领着号称四十万大军南下 并于次年正月到达如虚口 早在两年前 长使张宏就对孙权说 墨陵山川有帝王之气 于是孙权便将智所从京口迁到了墨陵 一年后孙权将墨陵改名为建业 寓意建帝王之业 又在清凉山上修建了石头城 作为储备军粮器械的水军要塞 此后直到孙权称帝后的绝大部分时期 建业都是东吴军令和政令的发布中心 这也是南京首次作为某个政权的都城 出现在中国历史上 同年在吕蒙的建议下 孙权又命人在如虚水口修建了一座坚固的物宝 以阻止北方水军沿如虚水进入长江 自此在石水、肥水、如虚水这条中路的要害水道上 北有奸城合肥,南有如虚屋 曹孙两家隔潮湖相望 进入了长达几十年的对峙阶段 公元213年正月 曹操到达如虚口 即刻命荡寇将军张辽和威鲁将军葬霸 为前锋猛攻如虚屋 很快便攻破了吴军的西面大营 活捉了孙权手下的西营都督公孙杨 孙权闻训后 亲率水陆大军七万 北上迎战曹军 孙权命折冲将军甘营为前部都 率三千人作为吴军的先锋部队 到达后孙权命令甘宁夜袭曹营 搓一搓敌军的锐气 并为此特意赏赐给他很多米酒和菜肴 甘宁从自己的三千部下中 挑选出了一百多名精锐 一起享用这些韭菜 吃完后 甘宁将酒倒在银碗中 自己先喝了两碗 然后便再次挣满递给身边的将领 将领们都知道今晚要去搏命 因此跪在地上不肯接 东吴的水军仅凭赤壁一战 便建立起了巨大的心理优势 但在陆战上却始终信心不足 尤其是过了长江 基本上双脚一踏到江北的地面上 就习惯性的发虚 从赤壁战后围攻南郡的战斗中 就表现的很明显 在下了船之后 还能做到真正不惧曹军的将领 也就是周瑜 吕蒙和甘宁三人 其中首推猛将甘宁 这也是孙权选择甘宁 作为先锋大将的原因 甘宁见部将不肯接酒 便拔出陪刀放在膝上 立声喝道 你受主公恩欲 比我甘宁怎么样 我尚且不怕死 你怕什么 甘宁性格粗暴 凶猛好杀 将领们见他发了火 再不敢推辞 一个一个恭敬的 接过酒杯引进 到了二经时分 甘宁帅着这百余人 嘴里闲着木棒 静止摸到曹军营前 他们拔掉护营的路角 跳进来瞬间 便斩杀了几十个曹兵 曹军也没想到这么点 吴军就敢来趁夜结营 黑骨隆隆的又看不清楚 还以为是吴军主力来袭 慌乱中全都惊叫不已 鼓声大作 等到曹营中一片灯火通明的时候 甘宁早已毫发无损的 回到了大营 吴军士气大振 整夜军乐高奏 万岁声响彻云霄 当天夜里 甘宁前来拜见孙权 孙权笑着说 这也足够把老头子吓一跳了吧 只是想试试你的胆子罢了 当即便赏给了甘宁 捐驳一千匹 军到一百口 并增了两千兵户 从此 孙权对甘宁更加看重 并称赞道 曹操有张辽 我有甘心霸 足够抗衡了 经此一战 吴军士气如虹 几日后 曹操又趁着夜色 往江中的小岛上运兵 孙权则立刻派水军围攻小岛 曹军大败 紧溺水而死的兵士 就达到了几千人 其余三千多人 则全部被孙权俘获 此后 曹操算是彻底被打怕了 孙权又多次派人挑战 曹军始终坚守不出 于是孙权便亲自乘着大船 来查看曹军的叙事 曹操不敢让水军迎战 只是命工奴手乱箭齐伐 无数箭矢射射在船身上 大船因偏重 差点侧翻 幸亏孙权具备丰富的行船经验 他命兵士们调转船身 再用大船的另一面手舰 等到船身平稳后 安然撤回营内 这就是小说里 草船借鉴的故事原型 过了几日 孙权再次亲自乘船 从如虚口进入曹操的军营 这次 孙权又把座船从大船 换成了轻快的小战船 在曹军面前肆意游异 此时的吴军 基本已经到了 只要在水里 就视曹军为无误的地步 气眼十分嚣张 曹军中将气不过 纷纷请命下水再战 曹操却严令各军坚守 连弓箭也不让随意发射了 孙权在曹营中 一直行进了五六里 才下令折返 退走时 古跃其名 曹操知道此生 恐怕是无法诞生东吴水军了 于是望着孙权离去的背影 溃然常叹 生子 当如孙仲谋啊 刘表的儿子 不过是猪狗罢了 孙权回去之后 又命人送来书信 说曹公啊 眼看就要开春了 到时候水位还会暴涨 您再不走 还走得了吗 曹操虽然气得牙根发痒 但却无可奈何 一个月后便撤军了 此次曹军南征 除了白白搭上了 数千将士的姓名 外带帮孙权检验了一下 勇将甘宁和如虚乌的橙色之外 其实什么也没做 最大的收获 就是在禁军的途中 烧带手逼死了巡狱 从此曹操和孙权 都对己方和对方的实力 做到了心知肚明 一个路战无敌 但不能水战 一下水就要拉西 另一个则水战无敌 但不能路战 一旦下地 就得有多大眼 就现多大眼 公元213年4月 曹操回到叶城 五月便如愿以偿的 当上了卫攻 自此汉陈曹操的奋斗历程算是彻底结束了 孙权和刘备都不再被他视为主要对手 在他剩余的生命中 开始全力向着一座名为大汉的堡垒 进攻 江东双臂 公元213年正月 曹操亲率大军进攻如虚口 与吴军对峙了一个多月 也没占到什么便宜 五月曹操撤回叶城 被封为卫攻 临走之前 曹操命朱光为卢江太守 在宛城附近囤兵耕地 种植稻谷 又派人招向鄱阳一带的山贼和强盗 作为日后进攻江东的内应 卢将军当年曾是袁树的地盘 袁树败亡之后 他留下的残军和逃兵 很多都成了孝聚一方的山贼和水贼 所以当时卢江境内的贼寇特别多 叫的江淮一带是乌烟瘴气 赤背战后 曹操曾专门派夏侯渊 于晋 张辽 张霸 和张河等将领 在卢江一带叫贼 结果缠拦 梅城德人被斩杀 雷旭则带领手下五万多名部众 前往荆州投靠了刘备 仅指一个雷旭手中的兵力 就比刘备的正规军还多 可见这帮贼寇势力之大 在曹军的围剿之下 卢江的很多贼盗 渡江逃到了江东地区 联合当地的山岳武装 给孙权的统治带来了极大的威胁 在这种局面下 天将军吕蒙向孙权建议应攻占完成 阻止曹军屯田 及利用间谍向江东渗透 孙权采纳了吕蒙的建议 公元214年5月 恰逢长江流域连续大雨 致使水位暴涨 于是孙权便趁机亲率大军 速将而上进攻晚城 卢江太守珠光聚成坚首 孙权因此召集重将领 询问计策 众人都认为应修筑土山 赶造工程期限 只有吕蒙主张强攻 赶在曹军的援兵到来之前 速战速决 并举荐甘宁为生成都 孙权再一次采纳了吕蒙的建议 第二天凌晨 甘宁率领精锐赶死队 对晚城发起了猛攻 吕蒙则亲率主力 紧随其后 甘宁手持链锁 身先士卒 冒着箭语 率先攀爬到了城墙之上 仅用了一顿饭的时间 便将晚城攻破 城内的居民百姓 包括卢江太守珠光 及参军董和 在内的数万人全部背负 驻守合肥的曹军主将张辽 得知晚城告急的消息后 急忙亲自率军迟远 但吴军破城的速度过快 张辽刚走到甲时 便听说了晚城已失陷的消息 只得退还 晚城是卢将军的治所 也是淮南地区 仅次于合肥的第二重镇 从此 孙权在长江北岸 也有了一块稳固的根据地 因此意义重大 战后孙权亲自平定 吕蒙为首攻 当即任命他为卢江太守 所俘获的人马 也全部分给了吕蒙 又赐给了他六百兵户 甘宁为次攻 被拜为折冲将军 周瑜去世之后 吕蒙和甘宁 可以说是东吴最好的 两个进攻型武将 不管是陆战还是攻城战 都能与曹军和蜀军正面对抗 且在气势上丝毫不虚 这样的将才 在江东实属难得 尤其是吕蒙 勇武和智谋皆为上品 堪称一代两将 孙权本想让吕蒙 专心经营江北 巩固胜利成果 但无奈 江东腹地的战士 也离不开他 此战过后 卢陵郡的盗贼 发动叛乱 孙权派去了很多将领 争较了多次 却始终不能平定 孙权无奈的叹息道 凶猛的鸟 就算再多 也不如一只鹰啊 于是便下令 让吕蒙潜赴卢陵平叛 吕蒙到达后 恩威并用 很快便将首恶侵杀 其余部众们则全部释放 叛乱这才得以平息 同年7月 晚成陷落的消息传回夜城 曹操决定再次率军亲征 由于一年前 在如许口 被孙权怼得灰头土脸 因此曹操身边的很多人 都缺乏信心 参军福干 就认为此时战机已失 再去合肥 已毫无意义 不如放弃合肥以南的地盘 停止征战 休养生息 等人心安定下来之后 再从长计议 但曹操不听 仍执意难下 曹操在年轻时 特别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 但到了晚年 却愈驾偏执 果然在行进的路上 军中传来噩耗 曹操身边最重要的谋士 为公国的上书令 陵树亭侯寻忧 染病去世 终年58岁 随着二旬的相继离去 一个绚丽的时代 开始步入为胜 用地图推演的方式 回溯中国历史 用通俗浅显的语言 传播华夏文明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就请订阅我的频道吧 感谢